我在王毅云上发现一个 特别好听的音乐 推荐给你 这是什么音乐歌 叫《失眠飞行》 谁唱的 KK 超级好听 那我回去听一下 回试一下 听过这个 你看我这个也超好听 我知道她 她是王毅云签约的 独立音乐人 对 长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失眠飞行》 《失眠飞行》 全力 Hing 把东西先送下去 是 你先去忙吧 是啊 多亏那个蔡芯良心发现 什么良心发现 要我说 这就是善恶到头终有报 某人那么恶毒 盼着夏妍出事 结果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这事就别再提了 你怕什么呀 薛宁的离职公告 都已经贴出来了 以后大家再也不用 看她的脸色 你说话小心一点 薛宁真的这么走了 按理说是不至于 不过我听美琪说 薛老大不想看见 你和徐总 不过就算没有这事 她也想走了 反正秀我已经做到 业内第一了 以她的业绩 哪个公司不抢着要她 对嘛 这就叫一别两宽 各生欢喜 离开SG 她有更好的前途 而我们运营部没了她 再也不用 这也这不安了 什么破烂莫为淘汰 每个月一到月底 我就天天睡不好觉 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 姓总监还不知道是谁呢 说不定会沿用莫为淘汰职呢 不是吧 夏妍 你不是内生面试第一吗 说不定这个职位就是你的了 怎么可能 我资历太浅了 你别说 这个职位真有可能是你的 薛总监就是徐总 一手提拔起来的 现在 整个运营部 薛总最看好的就是你啊 所以到时候 你可一定要照照我呀 别白日做梦了你 以前薛老大总说 互联网是新型行业 绝不论资排辈 能力最重要 别聊了 别聊了 回去工作了 工作 你辞职了 你何必明知顾问呢 事情还没到那个地步 其实你没必要 是我自己不想留在SG了 没意思 也是 我也觉得你不应该留的事 你连一句假装的挽留 都不肯讲吗 因为你做得太过分了 就因为我碰了你心目中的珍宝 你真的觉得你这种办法有用吗 有为有用 也只有试过才知道 太蠢了 是有点蠢 但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无论是为什么呀 都不能被原谅 在别人眼里 你帅气又多金 你是大家眼中的高富帅 但这些对我来说根本就不重要 我敬仰的是你的能力和为人 自从那个夏元来了以后 你就变得言语轻浮 公私不分 没有底线 所以你就想赶他走吗 对 你在乎他已经到了失去理智的地步 可是他在乎你吗 我昨天让李静告诉他 如果他不辞职 你就会跟着他一起倒霉 可是你看看 他无动于衷 他跟林薇根本就是一样的人 因为你不了解夏元 他不是一个为了达到自己目的 而去伤害别人的人 这次他之所以不辞职 不是因为工作比我重要 而是因为在深处险境的时候 不能轻易向别有用心的人妥协 如果他辞职了就证明我们心虚 我们 你们已经在一起了吗 是 我们已经在一起了 你是很优秀 但是你最大的缺点就是 你不相信感情 你认为最好的管理工具是威势吗 你认为员工的动力是来源于 规训和惩罚 所以你推崇莫为淘汰制 所以你不够言笑 所以你没有自己的生活 你把工作当作自己唯一的中心 但是我想告诉你 能让人发挥真正潜能的不是恐惧 而是热爱 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热爱 我跟你说的这些 好了 你不要再说了 你现在就是一个 被恋爱冲昏头脑的傻瓜 我怎么会心甘情愿地 跟了你这么多年呢 我真是看错你了 许臣 大家把手头的工作先放一放 听我说两句 薛总监离职的事 想必大家已经很清楚了 那么从今天开始 运营部暂时由我接管 明天凌晨 也就是今天晚上 闺蜜星球正式上线 在这种紧要关头 大家不要为了 无意义的人事变动而分心 还有 与闺蜜星球相关的所有事宜 现在全权交给夏严负责 大家辛苦准备了这么久的大餐 马上就要呈现在客户面前 接受检验了 请大家全力以赴 是 是